221 發制晚報 工信部 年底網費降30%預計10月底前完成2000萬用戶免費提速力增 2017年底前全面完成老舊小區光纖改造 2015年7月22日國內時事A20 李鴻鵬發制晚報信 記者李鴻鵬 今天上午 工業和信息發布通訊發展司司長文富在國新辦發布會上介紹 到今年年底 要實現手機流量和固定寬大單位大寬的平均支揮水平均同比下降30% 讓廣大用戶設實得到實惠 對於光纖進小區難的問題還是非常嚴重 文富表示 將督促電信企業加大投資力度 加快老舊小區光纖改造進度 歷正於2017年底前全面完成老舊小區改造 產能煤炭行業1至5月利潤同比下降超60% 公信部運行監測協調局副局長黃麗斌介紹 當前 經濟運行中一個突出的問題 就是產能過性問題 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一些困難問題 都和產能過性有直接的關係 他表示 目前比較困難的市產能過性的行業 包括煤炭 鋼鐵 水泥 平板玻璃 這些行業的困難有多方面的原因 前幾年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規模擴張 有這個原因 也有當前經濟處在下行周期的原因 加上結構調整任務比較重 行業比較困難 這幾個行業今年上半年的生產都處在下滑的狀態 像粗鋼產量上半年下降了1.3% 水泥產量下降了5.3% 玻璃產量下降了4.2% 從效益情況看 煤炭1-5月份全行業利潤同比下降了60% 水泥 玻璃行業利潤下降了60% 野金行業利潤下降了36% 所以 這些行業是比較困難的 資費網費年內降30% 工業和信息發布通訊發展 司司長文副介紹 在寬大提速方面 針對使用同線技術接入的固定寬大用戶 由4兆比特每秒以下接入速率免費提速至4兆比特每秒 目前已為及1,400萬用戶 預計10月底前完成全部約2,000萬用戶的免費提速 針對使用光纖技術接入的固定寬大用戶 接入速率在4兆比特每秒及以上的 實施案現有速率翻倍提升 免費提速一檔等措施 如8兆比特每秒翻倍到16兆比特每秒 20兆比特每秒升級一檔到50兆比特每秒等 現已為及超過750萬用戶 預計全年受惠用戶超過4,600萬戶 針對與互聯網加行動計劃密切關聯的小微企業用戶 對使用專線寬大 接入速率在8兆比特每秒以下 且具備網絡改造條件的 9月底前全部將專線免費提速至8兆比特每秒 現已為及50萬小微企業用戶 預計全年受惠超過200萬戶 文副介紹 到今年年底 一時要實現手機流量和固定 寬大單位大寬的平均支揮水平均同比下降 30% 讓廣大用戶設實得到實惠 而是繼續做好移動通信轉秀業務對民營企業開放 同時點和寬大接入市場引入民營資本工作 通過競爭促進支揮水平持續下降和服務質量不斷提升 三市會與相關部門完善並實施電訊普遍服務補償機制 支持農村地區寬大基礎設施建設 加大對地方落實情況的督度檢查 推進破除通信基礎設施建設中通行難進場難的問題 為網絡提速乾費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撐保障 光纖8M以上接入速率寬大用戶佔比五成多工業和訊息 發布新聞發言人 總工程師張豐介紹 截至6月底 固定寬大接入用戶累計達到2.1億戶 光纖接入FTTHO用戶正增2175萬戶 總數達到907萬戶 8M以上接入速率寬大用戶佔比達到53.4% 20M及以上接入速率用戶佔比達到19.6% 4G用戶新增超過1.28億戶 總數達到2.3億戶 他介紹 移動寬大3G、4G用戶累計達到6.74億戶 佔移動用戶總數百分之50多 移動用戶數已達到12.9億戶 移動戶聯網使用量爆發式增長 上半年 移動數據及戶聯網業務實現收入1513億元 同比增長39.3% 用戶月均移動戶聯網流量達到321.5MB 同比增長83.7% 電信業務加快向文資開放 通過競爭速進服務提升和支揮下降 F3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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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1。 感谢观看